既然有大胜就有惨败 台湾九会一地方选举民进党惨败 仅仅获得了包括台南高雄在内的五线市 也创下了创党36年来地方选举最差记录 身为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26号晚间召开记者会 承认选举结果不如预期 并且宣布即刻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 选举的成绩不如预期 我们虚心的接受选举的结果 也接受台湾人民的决定 作为执政党的主席 我非常感谢全党的团结及努力 我也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即刻起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一职 蔡英文说选举结果不如预期 显示民进党在地方经营 和回应人民期待上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地方的深耕和人才养成上也有不足 没有赢得人民的托付 必须认真更加虚心以对 而蔡英文并透露 行政院长苏贞昌晚间向他请辞 但他已予未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